好,再来第九题啊 只要以后你听到什么谁是谁的根 负一为这个方程式的根 或者是二为这个方程式的根 那那个概念就是叫你把这一个答案 带入X的位置 OK吗? 只要你听到说谁为这个方程式的根 那就是表示那个答案可以带进去X的位置 根或解都可以 好,所以如果今天他说负一为这个方程式的解 那小a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负一是不是就放在X的位置 对不对?好,负一进去哦 所以他就会变成二分之 负三加a 减掉多少 三分之 正负号你要小心哦 三分之负一乘上五 那就是负五a减一 好,就等于a 再来,很多a怎么办 一样啊,这就是脱衣服的提醒 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全部同成六倍 可是不要忘记我的方法 6跟2约掉会有一个三倍 等一下要弄进去 那6跟3约掉会有一个两倍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负号 好,所以不是2乘进去 而是负二等一下乘进去 好,那这个等一下当然要乘六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工了 三乘负三 负九 加3a 负二乘进去会叫做加十倍的a 加上2 等于六倍的a OK 所以左边是13a 那右边有6a 所以你会变成13个a 减掉6个a 再来 负九加2是负七哦 这个都可以心算了吧 负九加2是负七 往右抛是正的七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会叫做七个a 等于7 所以a的答案很漂亮 答案就叫做1 请不吝点赞